话说,刚才说到,在别墅里跑了出来,去到一个光猛的地方 我们两个人才敢站在那里,透顺调气 接着我就问秦一行,喂,刚才那道力是什么拔我进去别墅? 秦一行,略有所思,接着拧着头就说,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那张卡上面是抹了口水的 你知道,多多少少都带着人气 说白了,刚才我们是雕居宝水? 然后他继续告诉我,生辰八字埋在别墅里 相当于把毛主人的身份调换了 意思就是说,将他的户口注销了差不多 所以那件事就很扯火了 不过这样一来,那张纸上写的那个人 恐怕就有血光之灾,最低限度都会接受 嘩,秦一行这样说,我觉得应该接受的人是他才对 这么阴质的事都想得出来的 说老实话,他这个方法真是很无陰功 唉,但亦都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其实人就是这样的 我们两个生来,也不是来普渡众生的 无非是为一己之私利 不过,我又问秦一行 那你具体究竟是写谁的名字呢? 他打死不肯告诉我 只是一再声明,我们两个现在什么事都没有 那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 但惊此一役 我不知道土豪那边会有什么反应 但出乎意料的是 第二天,土豪又主动打电话给我 说可以把假提到三十晚 接着我和秦一行一计数 得联忙答应他 之后呢,秦一行才告诉我 你看看土豪现在多急 应该是和我们估计的真相差不多了 哈哈哈哈 他赶着去拿一件珠宝 没错 其实就是这样的 那个墓是土豪帮自己预备的 画家写在里面 肯定和土豪有关系 以前有一种说法 这个就叫做占宠 宠就是坟墓 没有这个意思 叫一个和自己生神八字相同的人 先替自己写进去 肯定经过某个大师报个局 这个是占用那个画家的羊寿 而里面写一个女模导 恐怕也是这样 正因为要占羊寿 而不是响音寿 所以官国是必须摆在地面以上的 这次叫我们进去 八成是想善我们的命进去 帮之前写在里面的画家和模导陪葬 之所以这样做 可能是最近的画家和女模导的怨气 开始压不住 所以这个土豪才出此下策 秦一行估计 这个土豪 每当发现屋里面写气压不住的时候 就会骗人进去陪葬 这次轮到我们两个 哎 说不定之前 不知已经没了多少命 而现在经过我们两个的破坏 这个精心切的局 恐怕就废了 不出所料的话 土豪现在的寿命 就是和写生神八字的人的寿命 是一样的 好了 那这个别墅 虽然只是兢兢手 我们又不断赚它20万 但也是我头一次 这么近距离去接触这些灵异的东西 并且是真身感受到对方的存在 我们两个回去的时候 一点赚到大钱的喜悦都没有 反而好像打了败仗 碎头丧气 以后都不敢了 以后都不敢了 不过经过这次之后 秦一行就不是这么看 他反而更加坚信 我们两个是很夹的 我们两个的命是很硬的 是硬到那种 如果不吃这行饭 就会遭雷工癖的程度 唉 我不知可否 因为金钱对我誘惑力 真是很大 但同样我也是心有如归 很害怕以后再遇到类似这样的事 那就相当棘手了 但是他安慰我 看 这么厉害的凶宅 恐怕我们这一生 都很难以再碰到第二间 因为大师必定是有数的 我听了之后 心才更定 没有休息一几天之后 又开始想蠢蠢欲动 除了秦一行的招式 比较恶心之外 其实想真一点 那些钱还是很可爱的 之后呢 我们两个有空了半个几月 不是因为我们不想继续做这行生意 而是凶宅的来源实在非常有限 我们苦苦沉溺 但始终找不到真正的凶宅 说到底呢 这也是无奈之举 本来这个凶宅的讯息 也只能通过一些传言去捕风捉影 谁都不会去大做广告 说这里有凶宅卖的 毕竟产权人 还是抱着希望 可以将房子尽量高价卖出 所以即使有凶宅 都不会有人傻得那么紧 告诉你们这间就是凶宅的 而且也不是每个城市都有凶宅的 即使有都好 我们也不可能每一个传言都亲自去考察 是不是真的 所以一段时间以来 买卖凶宅的生意 就真的陷入了僵局了 那后来的一个机会 一个忽然间找上门的房地产中介 总算帮我们彻底打开这个局面 这个房地产中介 叫做圆镇 是个男人来的 生得油头粉面 一看就像个那形 但是呢 那个样子生得很聰明 一看就知道天生是一个做买卖的料 他说他偶然都听有人说起 有我们这两个人四周围打探哪里有凶宅 所以就从这个途径上门找到我们 他做的正好也是置业投资顾问的生意 上年全中国各地四围飞 手里面呢 确实有不少的人物和消息网 所以来看看有没有合作的机会 就是这样 他帮我们介绍房源事成之后 我们计算一部分佣金给他 也都算是一个共赢的生意 问下我们有没有合作一下 我和秦一行一商两 都算是对了 算是眼分人 遇到有人送枕头 当即和袁振达成口头协议 说好 以后他去到任何一个城市 就帮我们搜索相关凶宅的讯息 将相对有价值的讯息 反归给我们 试成之后 我们按照成交价格的点数 计提回给他 那这个袁振 究竟有没有了到呢 既然找到上门寻求合作 是不是真的可以帮我们 打开这个生意的僵局呢 那袁振介绍给我们的第一间空宅 究竟是怎样的呢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回黎智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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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